9月8日,Empire Music Academy亚凯迪亚分校在天普市Lea Art Center成功举办了一场备受瞩目的未来之星公益音乐会 此次音乐会不仅展现了年轻学员的音乐才华,也为社区带来了一场高水准的听觉盛宴 作为一场公益活动,本次音乐会部分收益将用于支持亚凯迪亚学区小学合唱团的筹备及相关音乐表演 今天我们举行了第一场加州地位乐学Arcadia分校的音乐会 在今年我在Arcadia创造了一所加州地位乐学的分校 目的也是因为在圣盖博Valley这边有很多很多的优秀的琴童 我们希望把最好的师资,最好的音乐的资源,还有最好的演出机会 奉献给Saint-Gabriel Valley这边的所有的琴童们,然后也造福这边的优秀的琴童们 今天举办这样的一个音乐会,在这么一个漂亮的场地 以及我们非常专业的九尺的市场威音乐用琴 也是希望通过这场音乐会给这些小小琴童们一些激励 在他们之后的学琴道路上有更大的一些动力 音乐会由Yalky Wan博士与Holly Avenue Elementary School的 Chayson J.N.U.共同主持 最年轻的演奏者是年仅六岁克莱伯恩学校学生Hannah Yan 尽管她只学习了三个月的小提琴 在指导老师Costro Dariai教授的帮助下 她成功演奏了五首曲目,赢得了热烈掌声 其他表演者包括Bella He,Olivia He, Sean Lu, Roy Lu等 他们纷纷展示了自己对古典音乐的热爱与专注 带来了激情澎湃的演出 然后今天我很高兴来到这里 然后我们作为学院的带头人 我们满怀感激之情 感谢每一位家长对我们的信任 正因为你们的支持 才让我们能够与孩子们一同成长 感受音乐带给我们的美好 关爱每位孩子 每一次他们的进步 背后都有你们默默的支持与守护 再次深深地感谢大家 给我们这个机会 能够陪伴 引领着孩子们走向更好的美丽的音乐之旅 音乐会的压轴表演 由校长兼艺术总监 施坦威艺术家黄日相倾情呈现 他演奏了音乐大师施特劳斯的经典作品 编曲续曲 为整场音乐会画上了圆满句号 今天我们这个慈善晚宴的主题呢 叫做未来之星 那么我们学院呢 会在以后定期来举行这种演奏活动 那小朋友能够展现自我的同时呢 我们也有联系周边的城市 包括我们的市长 来进行一些公益的活动 每一次我们演出呢 将会用一部分的收益呢 捐献给公益组织 包括像是学校 特殊教育机构 以及一些残障人士的公益组织 希望我们能够为这个社会做一些贡献 举办这场音乐会的宗旨 是促进学生们之间的交流与学习 营造良好的艺术氛围 并通过音乐会激发学员们的音乐热情 活动后 黄日相 艾尔瓦 Chang 及Wenuk Wang 为所有餐饮选手颁发了奖项 并与家长和老师们热情交流 获得了高度赞扬 Empire Music Academy 将继续致力于 为音乐爱好者提供高品质的艺术活动 推动社区音乐教育的进步 全美电视台记者天普氏采访报道